接下來我要跟大家說明的是賽道點火提前腳的調整原則 由於賽道中並無動力機可以確認引擎的動力 所以我們一般建議賽前必須在動力機上確認好適合的點火提前腳 當然我們還是可以在賽道中以車手的回饋微幅的加減點火腳去找最佳的設定 那如果你的車輛的引擎排氣量與壓縮比跟原廠相同或接近 我們從Araser雲端下載的數據就已經接近最佳化了 那我們就可以依照這個最佳化的數值在賽道中加減1-2度 讓車手感受差異 那如果車手反應的是你加了點火腳之後 它並沒有感覺動力變好 那我們就建議退回原本設定的角度以確保引擎的耐久性 高壓縮比的引擎如果都沒有在動力機上確認過最佳的點火提前腳 那我們建議在賽道中 我們先以比預設值小3-5度的方式下場測試 在意車手的回饋反覆加或減1-2度來找出最佳的點火提前腳的設定 點火提前腳的設定它是需要循序漸進並且謹慎的 並不是說數值越大動力就會越好 我們過大的點火提前腳其實還有可能導致引擎受損 所以在賽道中我們還需要特別提醒車手 請他們特別注意引擎是否有暴震聲響或者動力異常的衰退 如果有可能就是你設定的點火提前腳數值過高了 我們就需要再降低數值來確保引擎不會受損